Hello大家好我是小如 那么在本期影片里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去日本留学你的英文会不会变烂 为什么想要做这个影片的原因呢 是因为最近有听到有些人在说 你去日本留学是不是在教日文呢 为什么会教英文呢 我觉得这问题就很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教英文非得要去英语国家嘛 还有就是去了英语国家你的英文就一定会好嘛 还有呢就是你去了日本就真的不能教英文嘛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在去日本留学之前呢 我记得有个老师跟我说你去日本留学你的英文反而会变烂哦 你要小心哦之类的 所以我就想要跟大家讲一讲 那去日本留学 我呢去日本留学之后我的英文有没有变烂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的英文反而变好了 那我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呢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 我们用数据说话 那就是我在去日本之前的话呢 那申请学校的时候 我的托福考试托福IBT呢 考了97分 那申请上了 然后开始学习了 就跟这个考试类的东西没关系 就是专业的学习 那去日本学习三年之后呢 我再参加了一次托福考试 我当时考的时候呢 就是没有去花很长的时间去准备这个考试 而是因为平时一直都在学习英文 然后呢我就报考之后呢 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准备这个考试 那我就主要是做官方指南OG上面的三套练习题 然后就去参加考试呢 就考了109分 去日本的这一段时间 对我来说呢 就是对我英语的学习这一方面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我做到了以下几点 才能够保证自己的英文 反而变好 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开学之后呢 你会有你要上这个专业课 那日本的大学院 就是我们所说的研究院里面的课程的话呢 它是有学分要求的 那学分要求里面就有专业课的要求 还有一些像外语类的课程需要修 还有就是要参加集团指导 还有Seminar之类的东西 因为我的研究呢 是跟语言学教育学这方面有关 所以呢 我大家去读大学院的人都知道 就是基本你还是要读很多的英文文献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对我来说 我的英语阅读能力 还有就是读大量的这个英文文献 然后从里面找出你需要的 这是一个英文阅读能力的一个断练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一段时间我的英文阅读 绝对会绝对得到的提高 所以在去看这个托福考试的时候 我觉得会简单很多 所以我的托福考试呢 自然阅读就可以达到满分30分 这个呢是在你专业方面 可能是跟我自己的研究方向有关系 因为要读到很多的英文文献 然后这是一点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因为我是在国际文化学研究科 这个科里面有很多这个就是 外籍的老师 就是说除了日本人之外 像这个澳大利亚的老师啊 还有学习阿里的老师 那他们上课的时候呢 会用英文来上课 所以呢 我们在一起上课的时候呢 要求你 就是你听的时候 input你是用英文来听 然后你要讲解这个周 比如说读了什么样的论文 然后做一些presentation的时候 你还是要用英文来去做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output 就是口语啊 还有写作方面的一个练习 那当然你的英文就会得到提高 还有一个就是你接触到的英文是 这个world english 就是啥呢 不光是这个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来的这些人 就是英语国家的这些人跟你说的英文 而是一个世界英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不同国家的人都在说英文 当然这些人说出来的英文 都会有自己的这个文化背景啊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锻炼 这个是专业方面了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修学分的时候 我们要修一个专门修一个 当时修的一个课程呢 是Sincere老师开的一个presentation English presentation的课程 而这个课的话主要是面向大学院生 然后做这个学会发表的时候 你要去conference 就是参加一些学会啊 或者做这个poster presentation的时候 就是还有做PPT的这个 发表啊演讲的时候 会用到的一些英文的口语表达之类的 这样的一个练习 那当时呢我们对课的压力很大 那大概就是每一周 我们一周上一次这样的presentation的课 然后每一周都会有作业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讲一些 就是一组小组里面讨论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要去自己查很多资料 然后或者还有有的时候呢 会讲那个自己的研究的一些东西 然后你就是读好多论文 然后把一些重点拿出来 就跟真的跟做做这个 研究发表一样的这样的感觉 全程都是用英文 在这个班里面有很多国家的人 那像像德国人的英文真的是特别好 那我当时就提外话 当时呢问这个德国人 为什么德国人的英文这么好呀 还有像荷兰人的英文也很好 那是因为他们就是他们说 就是只要你是上了大学的这些人的话 英文普遍都会很好 那如果是走的这个技工啊这一类的话 可能英文不太好也是有可能的 是因为在欧洲这样的环境下 他就是上看电视啊这类的 就会经常接触到英文 还有就是在学校里面有很多说英文的机会 出去也有说英文的机会 所以自然他的这个英文水平就会很高 那就跟日本啊中国韩国这些地方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很少有机会去看这个用英文做的这样的节目 当然你有意识的去找的话是OK的 那还有就是用的机会 比如说在路上用到的机会也很少对吧 所以这个英文普遍来讲的话 还是德国人荷兰人这些人的英文呢更好一些 那这个是个题外话 那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presentation的课 所以我觉得能更好的锻炼到你的英文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做集团指导 就是我们大概一个月会开一次集团指导 就是集团指导 那在这个集团指导呢 就是你要把到目前为止自己做的研究的进展向大家汇报 那当时我呢是做的是关于English speaking方向的东西 所以我就有机会来用英文给大家讲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这样的一个过程 写论文查资料还有就是演讲的这个过程 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就锻炼我英文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反而这个过程呢让我的英文变好了 那这个呢是专业旅运方向的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 我觉得在日本就是可能 你更有机会 尤其是大都市的话 你更有机会见到外国人 然后你更有机会跟这些人用英文聊天 那当然这个也要自己去制造机会 还有跟你修的这个课 还有你所属的研究科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像我们的话是国际文化学研究科 所以更有可能碰到这个外籍的老师 还有一些外籍的学生 还有一点就是我 学的就是教育学呀 语言学这一方向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实践这些理论的话呢就更好了 所以我就找机会呢去做一些助教啊之类的 那我的两份助教 嗯其实是三份 三份助教的话其实都是跟英语 教育方向有关的 那一个呢是我们有叫Hobst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有点像English Corner的地方 但是呢就是有不同国家的这个助教 当然需要经过面试 然后你应聘上之后呢 有点像Office Hour 就是每每天 我当时好像是星期四吧 就是的下午 大概有一个半的小时呢 你在那个办公室或者教室里面呆着 有些学生就会进来跟你聊天 那我当时负责的是英文和中文那一块 我跟大家聊 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就会遇到很多 这个很有趣的话题 大部分我觉得还是很喜欢很想要练英文的 那也有一个人就是一个法国人 我记得他是特别喜欢 就是学习外语 我记得那会儿他学过七八文外语 然后过来跟我交谈 然后想要提高自己的中文 那这个就是碰到的一个比较少的这么一个例子 剩下大部分日本学生的话 来了之后还是喜欢用英文来聊天 来提高他们的英文水平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将理论实践起来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过程我的英文呢也有提高 然后我也会注意到这个学生需要什么 学生学习英文的困难在哪里 接下来还有一个助教呢是给一个日本的老师 然后做speaking lesson 就是他们这个老师专门负责的是口语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然后期末考试的时候呢 必须要找一个助教来帮助学生评分 然后呢这个过程就是跟这个学生聊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负责的就是听他们的演讲 然后向他们提出问题 然后再给他们这个评分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所以我觉得我去了日本之后呢 接触到了很多这个教学 还有就是学习方面呢 跟这个英文有关跟语言学有关教育学有关 然后呢在这个应用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断面 那刚才呢我就讲到了这个专业学习方面 还有运用方面 那我当然出去做这个Baito 就是打工的时候也是尽可能去找这个教学方面的 当时做的教学方面还是给日本人教中文 因为他们想要让母语是这个语言的人来教你之类的 所以呢 我就去教了一段时间的中文 有当过一段时间这个托福讲师 是给中国的学生做托福讲师 我觉得在日本当地呢 就是当英文老师他们会觉得说 你不是从英语国家来的 你的母语不是英文 你的英文能教好吗 他会怀疑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你没有去英语国家留学 然后你的英文会变好吗 你的英文OK吗 你可以教我们的学生吗 他们也会怀疑 这个烦恼其实我也跟我的导师说过 然后这个导师呢就说 因为我们非常了解你 因为每天都在接触 知道你的这个英文水平在哪里 所以让你去当助教啊之类的话 我们也是很放心的 但是你出去找工作 所以说人家就不能确保啊 你确实英文特别好 因为他一他可能不太相信就是 非英语国家的人的英文会 英文能有多好 还有就是你想上课的时候 如果是一个这个黄头发白脸 蓝眼睛的人来教课的话 学生们会觉得哦 我学的是纯正的英文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在校外 想要给日本人当英语老师 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原因 那这又是一段题外话哈 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呢 就是生活方面 就是说呢你去了日本之后呢 就有free access to youtube 对不对 就很自由的你可以看到 youtube上面的视频 那这里呢 就跟你自己的选择有关了 但我的话呢 当时去做瑜伽呀 或者是一些健身呀 这一类的话呢 都是看的youtube上面的英文的视频 我觉得这个过程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input输入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慢慢 好多年下来之后 我发现我的英文听力呢 是越来越好 这一段我觉得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 因为几乎我看的所有的视频的话 都是用英文来看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英文的一个锻炼的一个过程 OK 那基本就是这样啦 那如果呢你像我一样 去日本呢又想把日本学好 同时呢又不想把英文丢掉的话呢 像我一样 你要做到以下几点 就是要自己呢 有意识的去接触英文的环境 不管是youtube也好 不管是去看 去参加一些这个 像留学生中心的一些活动也好 尽可能呢去多听多看 然后就是多说 那这就是为什么英语 英语好不见的非得在英语国家 那像美国英国这样 有英语环境的这样的国家 那有些学生去了之后呢 他不自主的去运用 不自主的去接触的话 你的英文还是不会变好 所以呢 想要保证你的英文不会变差 还会提高 即便是在日本这样的环境下呢 你就要做到自己去自主的去接触这些事情 才可以 那还有一点就是 把这个英文运用到你的专业领域里面去 因为好多论文 大部分的论文 其实还是用英文来写的 我觉得这个过程呢 不仅是专业知识的这个吸收的过程 还是你英文锻炼的一个过程 好 那基本上呢 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 那如果你像我一样 想要去日本 又想把日语学好 又想把英文学好 我觉得完全不用 顾虑你去了日本之后 你的英文会变辣哦 那在这里呢 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不管你去哪里 我觉得 英文好 是一个很好的优势 因为 其实世界各地都一样 你去面试一些外企 之类的时候 你的英文好 当然会是一个plus 对吧 所以呢 你就要把英文这一块 学好 那像去日本留学也是 入学考试的时候 会有英文考试 然后就是申请的时候 需要 大部分专业呢 会要求你提供 像拖曳成绩呀 或者托福成绩呀 亚瑟成绩呀之类的 那像 如果你的这个基础不太好的话呢 直接去参加这些考试的话 我觉得你的这个 嗯 还是会有一些难度 那把这个基础这一块 打好之后 你再去做这些题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成长是飞速的 那在这里呢 我就要跟大家提一下 如果你的英文不太好 想要重拾英文 或者是你想要去备考 这个托福雅思托业 这一类的考试 但是你发现自己的基础不太好 去备考这些考试的时候 发现难度很大 那我觉得 你要提前把基础这块打好了 你再去做一些真题 我觉得你的进步会更快 所以呢 呃在这里呢 跟大家提一下 我呢 做了一个新概念 英语第二侧的这样的96节课的一个视频 那每个视频呢 几乎是在20分钟左右 大部分都是在20分钟左右 那都是干货 所以呢你就不用担心 你要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 去专门学那么一节课 那这20分钟里面呢 有这个课文的解析 课后细题 还有一些大家需要注意的点 部分课程里面呢 还有一些像这个实用场景 比如说像你在机场check in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呀 还有就是买电影票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呀 这一类的实用的英文口语 也有加进去 那还有一些里面有 有纯英文的小如自己讲的一些 英文的演讲 那都是根据 这个一定的小的论文呀 还有一些新闻报道来 这个总结之后呢 小如用心给大家讲出来的 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同学们听力 还有口语的一个方法 通过这个课程 你不仅你的基础这一块会达好 那还有就是这个课程 就是不光是这个新概念 第二侧里面的单词 那除此之外有很多额外的这个拓展的词汇 所以我觉得想要备考的同学也好 想要充实英文的同学也好 想要提高自己的听力口语的同学也好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教材 其中有四节课呢 分别在这里 都是这个免费试听的 大家可以去那里听一下 那这个网址呢 是小如.k.qq.com 我的这个腾讯课堂主页 小如老师的腾讯课堂主页在这里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四节课 然后觉得不错的话呢 你就可以考虑购入 好 那在这里呢 希望大家不管做什么都很顺利 就算不顺利呢 碰到困难也不要气馁 那不忘初心继续加油 好的 那么我们下期影片的时候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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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